哈喽 大家好 我是白丁 也是一样观众反馈要做的笔 那这一支是国产豆腐 金豪100 应该金豪 我不知道是叫金豪100还是金豪四季100 那还是一样 我们直接把这个笔打开吧 这一支还真的没有开过 啊 那个我开笔有点粗暴啊 见量见量 好 那这样子我们先把笔这里放一下 然后还是一样的 那个 那个 ok 好 那一个也是一样对比一下 万宝龙1 好 还是一样的跟百利机M800的一样的一个初级大小 然后基本上跟那个新厂的一个派克没什么差别 啊 笔尾上面看起来会短一点 粗细一模一样 另外的一个呃 圆弧度 那么不应该叫圆弧度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这个什么就是一个呃 反光也是非常的锐利的 能看得到 那上面的一个反光啊 同样的锐利 你不会说 你不会感觉到国产这支有点比较虚或者什么的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支笔的一个笔尖大小 ok 万宝龙这支声称呢 是 经过100万次的笔帽旋转测试 希望它真能旋转100万次 好 那个笔尖大小能看到三支都差不多 应该是属于国产26号间的一个大小 它刚好是接呼于这个146和那个M800的笔尖的中间 那配上一个双色尖也是非常的漂亮 好 那笔尖上面大概就这样子了 那大家 大家能看到 好 再下来了 开始看一下 我们把笔尖盖一下 看一下那个有帽还有没有帽的一个重量 好 ok 希望我这个 这个什么 体重机是一个准的 好 整笔非常精准 28克 哦 不错 不错 28克不算重也不算轻的一个笔 放在下来 可以可以 28 刚刚是28克比这个是16.1 那就是说它的笔相对来讲 整笔来讲也算是ok轻的 也不算特别重 毕竟不是金属感嘛 那跟这个我的一个平常挂满目的M205来比的话 对M205之间没有上上帽都已经是 对M205这样子时刻是算非常轻了 真的好 那重量上面上重量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6.1克的一个笔 那输写起来平也是长时间输写也是ok的 不会说特别就笔太重特别累 这样子一个情况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啊 笔的话跟这里有一个 其实这个logo我个人还挺喜欢的马车 然后加个人这样子 但是跟他今年的这个元素 我不太理解是到底有什么关联这样子 笔夹的跟百乐的一个小球非常的像 然后弹性也ok不会太硬也太软或者太软这样子一个情况 上面的一个电度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笔啊 哇 非常简练了这个就这样子看的时候 有时候没有就是那个凹字上面没有任何处理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一个怎么讲干净啊 也是另外的一种享受 我觉得就有时候太多细节也不是也不好 然后上面的这个片的话摸摸上去有点冰冰的 应该是一个金属的吧 个人觉得 笔杆上面刚刚有讲过了 非常的呃 反观非常锐利 就是不会觉得说这支笔质量非常差 笔尾的话也是就是啊 好像这里有点一个是摸 笔尾的话好像就跟笔杆上面差了一点了 这个 反观就有点模糊一点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是白色啊 然后笔尾的话啊 可能有点被我弄脏了我觉得 对 然后那整笔的话 差不多是这样 然后再看一下我选看一下看一下里面啊 哦 这里有一个密封圈 然后吸墨器就常规的一个吸墨器了 笔的话看一下 握起来的话基本上就是啊 配就我个人觉得笔握有点偏小 可能摸习惯M800了 稍微小一点就有点不是很习惯 另外呢就是整笔来讲的话也挺轻 那书写不知道效果是怎么样了 然后前端的还有一个小笔环啊 这个叫什么一个金黄这样点缀一下 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好这时候再来看一下这个配重啊 好那配重也是一样 哪能看到整笔的中也是非常中心 不会偏靠前或者靠后 比夹的话 嗯 好像跟派克那个一样啊 只是说多加了一些金了 感觉还是这么看感觉好像好脆弱 这个这个感觉 然后我这支应该是F尖的吧 我觉得 好那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笔尖的尺笔尖啊 这时候 好那一个看一下 哦又捧了 好笔尖的话就是能看到就是圆弧的打磨中缝 能看到就是稍微开一点不是特别的细 另外呢打磨来讲也是偏圆滑的一个打磨 看顺便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笔尖 好我们继续再回来 好然后 可以可以ok那侧面好像看的不 侧面来看的话 反正就是非常圆的这样子一个打磨方式 我觉得侧面看 可以ok 然后再回去看一下这个背部 背部也是一样 嗯哼可以可以 背部对也是很圆滑的一个打磨了 哎 不好对焦这个 可以 好然后 啊看到看到 这好像在稍微再放小一点那个中缝还是有点明显了 然后再下来看一下这个对大概就这样子了 长长条形的一个一粒打磨 然后前面也没看到什么刀锋 那应该也是 而且为什么好像上面的一粒上面的部分好像比下面的还要大 另外这支笔应该也是不是专门只写中文的 因为刀锋间个人觉得是主要是写中文的写英文还是源头 然后再加那个打磨滑一点那写英文会才会觉得比较顺一点 好那一粒看完了到我们的一个书写书写的一个环节 哎呀 这个 咦怎么上不了 哦 这个新墨器怎么感觉这么神啊 可以可以 好 先把这个 纸巾 我再拿一张纸巾 哇 这墨沾的 好漂亮啊 这 平常书写好像不会墨沾的这么高 多了 除非你是那个沾水笔 好 ok 嗯 我现在用写热的这个吸墨瓶用习惯了 感觉就没法用负压钢笔了 因为那个里面那个小滴杯的话容量太小 一压下去然后没吸上来 好继续继续继续 好那一样的这个 放这边把我们书写一下 那个 好 缩写完以后 哇这笔的一个感觉 出水不是一般的大 真心大 你看这感觉都快翻一倍了 另外看一下这个笔的 稍微顺化一点也ok 另外 笔尖的弹性还可以 我轻轻几笔看 重的 哇你看出息变化还是有的 笔尖还是稍微有点小弹的 但是这个出息真的不太敢恭维 不知道这支笔是给英文还是给中文写的 但写起来 嗯不不算特别滑 但是阻尼感也有感觉到不是很明显 那也是一样就是 还是我觉得就是说这根感是ok的 然后在自己肌尾一个尖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平常书写的书写感受也不错 只是个人可能用不同笔用的比较多了 那就变成说笔尖来讲更喜欢就是说它的本身的特色强一点 就更喜欢这样子一个笔尖 这个的话就是说非常的中庸 但是有很有中就中庸的感觉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棒 另外呢 写起来的话乐用 我觉得如果笔尖能再细一点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如果是爬格子来讲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啊报销大概这样子 呃 笔尖的话另外一个比较值得夸奖的地方就是说还是有点小弹性的 那其他的主要出息吧出息真的有点太那个了我觉得 好那这支笔的话就大概到这里 那有什么漏奖的麻烦帮我那个补充一下 或者有问题下面留言给我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